女人顶级的奢侈品不是包也不是珠宝 而是自己的气场 气场强大就能让你在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 获得天然的优势 别人会不由自主的想要顺应你的想法 就算你没有钱和地位 也可以修炼独特的气场 学会以下这三个行为细节 保证你的气场能够提升一大截 第一叫姿态舒展 其实气场是一种能量场 你展开的面积越大 能量场也就越强 对应身体上就是向上挺拔 向外舒展 特别是打开肩膀 还有一个小提示 整个人舒展之后下巴不能扬着 否则你就会有攻击性 下巴要往回收 我们要修炼的是不卑不亢的强大感 而不是盛气凌人的强势感 第二呢就是语言控制 有三控 一控语速 说话忙到的人给人一种扎扎乎乎的感觉 或者没有自信 所以呢说话要稳 话语适中才是气场强大的关键 二就是控语调 发声位置不要吊着 要沉下去 第三控零碎 每次说话停顿的时候 控制住不说什么 勒猫呃之类的语气词 第三 女人要改变的时候 你不要去问老公 也不要去问朋友 更不要问那个从来不会保养的你自己 你应该问问镜子里面那个自己 你到底还有多少个十年 所以在这儿我教大家一个非常便宜的小方法 如果说你今年不管是四十岁五十岁 还是六十岁 皮肤差 没光泽 不一定要去美容院 更不要随便去冲卡 几万几十万做一些项目 那些大部分都是智商税 真的完全没必要 其实你只是缺乏一种叫B3的维生素 也叫做烟线暗 它是专门清理皮下色素垃圾的 进入中年的女性朋友可以什么营养品都不吃 但是最好每天来上两粒维生素C 烟线暗片 因为皮肤白会给人漂亮干净的感觉 这个就是人和的维生素C 烟线暗片 国产大品牌 配方又实在 还是酸酸甜甜的苹果味 皮肤白会给人一种很干净漂亮的感觉 但是皮肤一旦缺乏烟线暗 看起来就会很暗很糙 建议你每天吃上两片 记得晚上吃 千万不要白天吃 因为晚上是皮肤修复的黄金时间 赶紧点击左下角 背上吧